谈的时候调皮 钢琴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学钢琴已经七年了 经过每天的努力练习之后 送给我了二十多座的冠军奖杯 其中这一座是今年六月 在意大利比德马可佛提尼 钢琴国际大赛得到的冠军奖杯 他教我学习钢琴 算给了很大的信心 这是佳莹今年八月 在国家音乐厅演奏会的精彩片段 小小年纪的他拥有如此实力 究竟如何做到的呢 一起来看看吧 要演奏一些高难度的曲子的时候 必须要有足够的指令 所以多加力其实很重要 除了技巧之外 将感情投入音乐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我在弹不同的曲风的时候 我就会把不同的情绪放到音乐里 在巴西里的时候 我也曾经代表亚洲 到意大利参加世界儿童 从歌唱档团 在后面发行一张独集 在意大利召向 全球是有百万家的成绩 将来有个梦想 是要能成为钢琴家 藉由音乐的方式 去安慰不快乐的人 还有受伤人的心 为了现在23岁ulo 秋 christ 他在未经许出品